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 发现并证明了一种新的高能量约束模式 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和未来聚变堆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如果可以驾驭核聚变的能量 人类文明有望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可控核裂变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的核能发电就是利用的这一技术 跟裂变相比 核聚变拥有更多优势 作为核聚变原料 刀在地球上的含量相当丰富 易于提取 同时 可控核聚变能在自然条件下稳定反应 简单可控 具备本质安全 核聚变反应过程中几乎不产生辐射 核废料也几乎没有放射性 不存在核泄漏的风险 中科院等离子体所核聚变大科学团队的成果 证明了一种新的高能量约束模式 这种先进模式大幅度提高了能量约束效率 并实现了新部高能量约束与边界低能量损失的兼容 保证了长时间尺度上的高能量约束等离子体运行 这种新的稳泰高能量约束模式 对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和未来聚变堆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安徽合肥的EAST装置 保持着长时间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的记录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 先后建成并运行了四代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2006年首次等离子体放电成功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新一代 先进全超导托卡马克技术的国家 并一次次实现突破 2010年12月 EAST装置实现了100秒1500万摄氏度 偏氯气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 最高等离子体平均电流达到1兆安 2012年打破世界记录 获得超过400秒的2000万摄氏度高参数偏氯气等离子体 2016年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稳态高约数膜运行持续时间 达到分钟量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2017年创纪录的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 稳泰长脉冲高约数等离子体运行 2021年5月28日 实现了可重复的1.2亿摄氏度101秒等离子体运行 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 再次刷新世界记录 2022年初 它将电子温度近7000万摄氏度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 维持了1056秒 自2022年8月起 人造太阳EAST开始新一轮升级改造 重点维护和升级改造了装置内部部件 以及装置子系统 进一步提升装置整体性能 目前本季度升级改造工作已经完成 开启新一轮物理实验 朝着更高参数的稳态高约数等离子体运行等科学目标发起冲击 如果把核聚变反应比喻成一道闪电 那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一道道闪电收集在磁笼子里 聚集更高的能量 然后长时间持续地向外稳定输出这些能量 为人类所用 中科院核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说 新发现的高能量约数模式将能聚集更多的闪电 不损坏磁笼子 并长时间保持稳定运行 科学进展深稿人认为 此项研究成果对核聚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聚变研究界是一个重大进展 人造太阳的好处不胜为局 除了无限性 更清洁 对人类无害之外 还包括投入更少 更高效等等 但是 这一操作如何实现呢 想让人造太阳成为现实不得不满足三个条件 一 温度必须保持在一亿度以上 二 能将其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之内 三 密度要足够高 这样原子核碰撞的概率才会提升 一团一亿度的火球无论放在任何容器里 都很容易倾刻之间让容器化为粉末 于是科学家想要另寻突破口 既然放不到容器里 那么便借助磁力让它实现真正的悬浮 这样不与容器接触 就可以继续加热控制 这便有了托卡马克装置 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阿奇默等人 借助磁 线圈等 制造出了螺旋形磁场 可以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从而实现可控核聚变反应 1984年 我国制造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 托卡马克受控核聚变装置 命名为HLE 并在之后调试完毕 开始物理实验 在新一轮研究中 HLE所产生的环流等离子体平衡 稳定 各个数据符合当时的设计要求 等离子体的持续时间长达1.04秒 可以说 HLE装置的完成 为中国研究可受控的核聚变反应 提供了重要实验平台 这是研究可控核聚变反应的一个里程碑 包括之后经过优化的HLEM 也协助科学家们突破了多项研究的瓶颈 而中国的可控核聚变研究走向国际化 是从2006年开始 当时 数国都在进行可控核聚变研究 为了整合资源令效率最大化 中国与美国 俄罗斯 欧盟等国一同签署了 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计划 又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 该计划单单是建造就需要10年 以及50亿美元的支持 并且设备上需要大约100万个部分和1000万个零件 各国分工后开始各自准备 中国的突破口由此拉开 中国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已经研究数年 可在加入ITER计划之前 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并不看好 甚至有的国家想将中国踢出ITER计划 然而中国的次次发力 证明了自己的实验成为了不可被忽视的存在 2020年12月4日 中国环流期二号HLRM在成都建成 并实现首次放电 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有能力掌握 建造 设计大型托卡马克装置 据悉 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东方超环 实现了1亿摄氏度运行 哪怕运行仅仅10秒也是重大突破 从此 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 我国在国际主流核聚变会议上逐渐拿到了主导位置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而如今中国又有了新进展 2022年11月22日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发出喜讯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核心部件研制取得了重大进展 增强热负核D1B完成了首件制造 首件的成功制造 无疑推动了IT12的进一步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率先突破关键技术 实现了核心技术的持续领跑 虽然如今的人工太阳仍旧是计划阶段 并且有专家称2045年才有可能将计划变成现实 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 中国的太阳会冉冉升起 EAST会悬挂在我国上方 在IT12计划中我们也将逐步彰显实力 中国的不断进行一次次证明了科技上的领先 率先造出世界终极能源不再是幻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